所以我請你兩位同仁上來 那我等一下接下來問的問題 兩位同仁都可以隨時協助副主委 我想過去這幾年 整個台電 跟一些民營電廠 彼此之間在購電的時候 他們所存在的 不合理的契約 導致了這些民營電廠 在過去幾年當中 獲取了非常巨額的暴利 在整個成本下降的情況之下 還是用原來契約的價格 再把電賣給台電 那這件事情在本院其他委員會 提出質詢了以後 公平會在去年 有交一份專案報告 到立法院來 那份報告我詳細了 拜讀了 那從你們所調查的 那一段時間的聯合行為 也就是 這幾家業者 總共應該有9家的業者 他們聯合起來 不跟台電 按照7月的約定 去進行有關於電價 的協議 在這幾年當中 他們分別說 銷售的金額 從上千億到數百億的金額不等 那公平會 接下來在整個財閥 以及在整個處分 目前所進行的階段 讓我對於幾件事情 有一些困惑 我可能要請教一下副主委 還有兩位同仁 你們在第二次的行政處分的時候 第一次 訴願 打扁處分撤銷 你們做了第二次的處分的時候 你們在第二次的處分的時候 你說 考量這9家民營店廠 在你們進行調查的時候 已經立即停止共同拒絕 與台電進行協商的行為 具有駿毀的時據 也配合調查 然後達成以為損害的補救措施 等一切的情況 然後等等等等 那所以 你們除了就舊法的時期 把它採檢 罰環之外 那另外 就有駿毀時據配合調查 各檢除三分之二 或三分之一的額度 予以論處 就是先扣了2500萬 再扣500萬 但是在你們接下來的整個 行政訴訟的程序當中 行政訴訟相關的判決書 我全部看完了 我看那些業者 他們在行政訴訟當中 還是提出各式各樣莫名其妙的理由 在爭執這件事情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們所認定有駿毀時據指的是什麼 到底是哪一家業者 有什麼樣子的駿毀時據 讓你們作為這個罰環 裁檢的事由 主席還有黃委員 我是製造業競爭處的處長 原本這個案件是我們處裡面承辦 所以我來這邊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有關於這個駿毀時據或圈毀時據 最主要是第一次行政院的訴願會撤銷的時候 這個我知道 現在我的意思是 具體的事實啊 他們駿毀時據的事實是什麼 最主要就是說後來呢 他們也在都迅速的 那麼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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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台電公司呢 重新在預約了 這個是在後來的時候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們後來查到相關事證以後呢 他們在這個卷 這個卷裡面 原則上也都沒有否認 這些所謂他們進行的 等一下喔 我們一家一家來喔 現在這裡從麥寮 電器廠一直到新園 這九家工廠 這九家公司 有駿毀時據的 你講的是哪一家 因為我在行政訴訟的判決 相關的判決裡面 看到法院的判決書 在援引他們抗辯的理由的時候 其實我看不出來 他們有什麼駿毀時據啊 在接下來的行政訴訟過程當中 針對你們最後所做的處分 有任何一家業者沒有提起行政贈送嗎 行政贈送 應該是全部都有提 全部都有提行政贈送嗎 那在行政贈送的程序當中 他們不是還是繼續的說 他們沒有任何聯合行為嗎 不是啊 我現在好奇的就是這個駿毀時據指的 到底是什麼啊 這個部分呢 我們最主要是說 也一方面特別考量 他在我們處分之後 處分之後呢 跟處分之前那個時候已經 要幾乎要完成跟台電的這個議約 那後來呢 他們就完全都完成議約了 全部 九家全部都 針對有關於購價 的成本要如何調整 全部都調整完了 你確定嗎 就是跟台電又重新 達成了議約的 這樣的一個 沒有啦 你現在是講的是 你有沒有去協商的事實嘛 那最後我們還是要看說 台電是不是按照 本來原來的契約價和不合理的 在高價收購的那些電價嘛 那那個都是在後來所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現在要跟你講的事情是說 當初你們在做 這樣子的認定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有駿毀時據 跟我在行政法院所看到的判決書 我的感受對比啊 非常非常的強烈 下一步啊是 你們第二次裁罰的時候 個別裁罰的這些金額 總共是60.5億元嘛 後來你們做了這個裁罰了以後 行政院 書院委員會 針對著你們這一次的裁罰 又做了撤銷的處分 對於行政院這次書院委員會的決定 你們服不服氣 他撤銷之後 我們又重新再做了處分 對啊 我現在問你的是 你們回到會內以後 因為我知道公平會裡面很多法律人才嘛 最近這幾年高考很多成績很優秀的 都到公平會去服務 針對書院會 因為書院會 總共 針對 你們每一次裁罰 他們就撤銷 每一次裁罰 他們就撤銷 針對你們已經按照個別的情況調整以後 這一些裁罰的金額總共60.5億 因為 之前當這個處分出來的時候 被行政院書院委員會撤銷 有人指控公平會在打假球 相關的報導我相信你們有看到 但是我看到你們在整個調查案子的過程當中 跟最後裁罰的金額 我憑良心講 說你們打假球 我覺得對你們並不公平 真的對你們不公平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行政院在這個案件裡面 你們所感受到的態度是 行政院對於你們的處分有權力支持嗎 有關於聯合行為的部分 他已經支持了 所以呢 那個部分他就是把當事人 就是這些被處分人 那麼所提起的訴願予以駁回 但是當然有關於金額的部分 後面的訴訟的情況我都了解 這個是你們做的第三次的處分 我大概你們 我從你們採檢的數額可以看得出來啊 你們對於行政院那次訴願委員會的決定 是非常不服氣啊 有一些沒有動啦 有一些是少了大概 0.07億大概就700萬 然後200萬、600萬、800萬、900萬 整個最後裁罰的金額還是60.07億嘛 這個是你們最後第三次的時候 所做出來的處分嘛 行政院現在停止審理 因為他說那個原來的聯合行為的案件 是不是成立在行政法院訴訟當中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就是今天為什麼在這邊問你 行政院到底支持不支持你們 他要停止訴願的理由 是因為實體的部分還在行政法院訴訟嘛 那我想請教你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如果這個構成理由的話 為什麼第一次訴願的時候就不停止 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行政偵送啊 你在做第二次的處分 他到第二次訴願決定的時候 他還是把你撤銷 他沒有選擇停止啊 那個時候本案實體的行政處分 也還在行政偵送程序中啊 那如果這一次的停止的理由是對的的話 停止訴願是對的的話 那這個行政訴訟早就 開始 這個行政訴訟早就開始進行啊 你聽得懂我的問題嗎 但是裡面這個是因為行政院的決定 行政院為什麼做這樣的決定 行政院是覺得撤銷兩次以後 找不到別的理由可以撤銷了 所以幫他們把整個訴願程序停下來嗎 行政院是誰做這個決定的 這是訴願委員會 下一個問題喔 你們裁罰的罰環開始執行了沒有 都有交錢 錢全部都交了 分期付款的 按照那個相關的規定 分期付款 是的 是行政執行署讓他們分期付款 還是誰讓他們分期付款 依照這個行政執行的這個規定 就是超過一定金額的話 可以做這個分期付款 現在繳了多少了 他們都分六十期再交 分六十期再交 每一期都有交 現在交了多少 現在交了多少 是不是事後 現金部分已經二十億了 好 我現在要跟公平會講一件事齁 這件事情你們查得很辛苦 這些聯合行為 絕對要繼續的堅持下去 我希望公平會能夠站穩你們的立場 絕對不可以像這些 那一年 根本就是從納稅人的身上 在吸血的業者 做任何的讓步 堅持你們的專業 副主委可不可以承諾 可以 可以 不好意思主席再見30秒 最後一個問題就好了 因為你們這一屆公平會 公平會 你們在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處分 你從2013年開始 就是你們上任那一年 214件 150件 144件 每一年都在遞檢 處罰環的件數 206 147 142 加數 313加 204加 192加 每一年 全部都在遞檢 那這個數字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我們目前台灣的經濟市場 不公平競爭的情況越來越少了 是值得可喜的現象 還是我們主管機關的查獲率降低了 副主委您的意見是什麼 我想因為每一年 那個案件來講的話 情況不是都很像 不過我們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對於整個那查處等等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很積極在運行 在做 那事實上我們也開始 多做一點先導 讓我們在 為了在查核的謀事裡面 公平會 這屆公平會的任期 到明年1月左右 對 1月左右 那我希望 副主委還有全體 公平會的委員們 看到了這個數字以後 問自己一個問題 是我們的整個經濟市場 發生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為變少 然後整個公平競爭的秩序提升 還是在查貨的時候 在查貨率降低 這個我沒有辦法幫你們回答 但是我看到數字 我提出這樣子一個合理的問題 所以請公平會的委員們 還有所有的同仁們 大家一起加油 那第二個部分 如果說你們在查器上面 人力不足 資源不夠 該說的就要說 因為你們是站在第一線 捍衛消費者權益最重要的關卡 你們那邊如果沒有把關好 你們那邊如果沒有做好 受害的就是全體國民跟消費者 從這整個電力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當然還有其他的事例 所以我一方面肯定公平會的 在這一次電力聯合行為 查處的行為上面你們的努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提出這樣的數據 那請公平會的同仁 再繼續加油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吳秉諾委員質詢 委員請 主席 麻煩請公平交易委員會 邱副主委 來副主委請 委員好 副主委剛剛 我有聽到審計場的報告 我現在跟你請教一下 這個104年度 因為他剛剛的那個報告結算 跟這個 稅數跟稅數都是103年度 104年度 公平會對於這個違反公平交易法 還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 罰款的金額 建數總共多少 我的資料上看到的 處分了129件 發出144件的處分書 發援的金額 到達506億6千089萬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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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